星期一的时候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推迟了下议院的脱欧协议的表决 这使得英国本来就已经无序的脱欧的进程变得更加的混乱 那么在下议院进行了四天的辩论 以及英国首相试图把这份脱欧的协议推销给越来越不满意的英国的民众之后 议员们也试图驳回特雷沙梅的协议 如果脱欧协议推进失败 那么特雷沙梅将被迫辞职并且可能会引发保守党政府的倒台 那么有关最新的发展 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特约记者江静龄通过电话连线来介绍 你好 静龄 你好 李先生 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地步的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叫做不信任的投票 是的 林生我们知道就是根据这个英国国会 就说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投票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是特雷沙梅的领导的这个保守党的政府 他的党内的这个党的会员 国会的议员们对他发起的这个不信任的投票 因为英国的这个首相也就是他们的党魁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党内的议员里面发动了不信任的投票 那么推翻了就是说逼宫让他不能成为党魁之后 那么同时他也就必须被迫离开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的这个这个厉害性 不光只是保守党还牵扯到英国的政府的一个危机的问题 对于刚刚你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林生我必须要说就是说今天的投票已经结束了 那么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前结束了 开票的结果是200票对117票 那也就是特丽莎梅他基本上是没有这些逼宫的这些国会议员 没有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投票 所以他是保住了目前这个保守党党魁的位置 换句话说他会留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 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在未来的一年 保守党党内都不能够对他再发起这个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逼宫案 至于说为什么这主要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来 当然也是跟脱欧团判的表现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脱欧的这个协议的这个讨案 结果都不如这个保守党内这个脱欧英派的预期 而且这个特丽莎梅在党内屡屡遭受到反对的意见 所以要他下台或逼宫这个事情已经传了一阵子了 本来在这个星期二的这个草案的投票之前就传出这样的说法 可是当时没有成功 而在他自己说将是这个延后投票之后 那么我想造成了更多党内的不满 所以悄悄的就在他走访欧陆的时候 12月11号也就是昨天走访欧陆的时候 他们就联署成功了 也是在今天展开了一个突击 可是这个突击最后是没有成功 换句话说他未来这一年不会被逼宫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自己在今天投票之前已经第一次承认 第一次承诺 也就是说他不会一直做到这个2020年的大选才下台 换句话说他只挂了保证 就是在英国明年3月29号脱离欧盟之后 他应该就会离开 而他今天在通过了这个就是脱离的这个不信任投票这个显观之后 他现在是提到说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各个不同的政党应该要团结起来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 但他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最新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完成英国人民公投的意愿 那就是完成英国脱离欧盟的工作 林森 建林那么目前的这个结果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从英国的过去的两年2016年 这个决定要脱欧以来 然后过去18个月的谈判 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将后来川普政府的上台 美国跟英国之间的那种过去所谓特殊的感情 也开始不像从前一样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当脱欧协议达成的时候 朝案达成的时候 川普是很直接的评级英国首相的政策 而且提出了一个威胁 那个威胁就是说对于英国和美国之间 要这个签署这个双边贸易协定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说英国脱欧毫无疑问的 也将迫使欧洲进行管办的一个外交的一个重新调整 那么这个当中当然会涉及到 美国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关键的问题 尤其英国长期以来 只是这个欧洲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跨大西洋的桥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传统关系上面其实是越来这个渐行渐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英美的情报分享这个部分 可怕还是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取代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贸易制裁 还有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打击这个主义 打击这个中东暴力主义 以及这个其他这个极端主义这一方面 我想到目前为止 美英之间的情报交流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在于这个外交这一环 我想长期以来的所谓的特殊关系地位 恐怕毫无疑问的随着英国的脱欧 美国在欧洲的这个角色 还有英国在欧洲的这个角色都要改变 那么美国可能会寻找其他 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人 跟国家 好的 感谢敬礼 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 江敬礼的电话连线报道